嗨 大家好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今天我们还是在弥勒 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葡萄的人 春夏秋冬 我都总买葡萄 所以到了弥勒就正好是葡萄的季节 那肯定得往果园去一趟 所以现在跟老爸老妈咱们现在就等公交车 等公交车咱们准备到这个种葡萄的农场那边 刚才问了一下如果打车的话 就一个人10块钱 三个人30块钱 但是老爸老爸昨天坐了这个迷勒的公交车 他们觉得迷勒的公交车司机非常有爱 就是很礼貌 懂得敬老 所以他们说了不 今儿还是要坐公交车 两道银行 四五块 四五块一公斤 就是给零售的价 零售的价四五块就算五块一公斤 两块五一斤 全金现在的 给葡萄有没有车呢 咱们要不了 大哥们咱这附近谁有种阳光玫瑰的 多的狠 我可以从哪到园子里边看一眼 阳光玫瑰 现在没时间带你们去 没时间啊 我没不用带我就自己往里走你给我个大概的道然后我打停着 你看我那边什么蓝宝石啊阳光玫瑰全部高铁站那边你在这儿你找不到 你只是本地人你找不到 那我就问呗那边是成片成片的 成片成片的高铁站 那边是一家都是几百亩的 一家都是几百亩 因为我刚从高铁站过来 那边高端葡萄它有蓝宝石 蓝宝石啊 你没听说过的葡萄葡萄就有了 是吧 小哥咱现在就这种葡萄有说赚钱有说不赚钱的到底行不行就这种高端品种 高端品种一般都是赚钱的 还是赚钱的 就是他要求高是不是 对他质量也好啊质量也好啊 你到过年我买那个阳光玫瑰 我就是在沈阳取口批发市场 我都不舍得买能合着六七十几斤 哎现在要一百八 真的 一公斤 但是它品质肯定和水果也不一样 它现在是硬季啊 那个时候冬天是存储的 你现在去买的话肯定就是四十块钱左右一公斤你准备买了 就可以买了 现在大量上市了 大量上市正式季节 哎呀太好了 那你说一百八十春节 春节 春节今儿这两个月超过十年 我其他十个都也一百年七十 看没 当下正式季节太逼了 下来这大份是吧 那咋扔啊看再往那边去呗 温馨山刚到 这里那个米乐才发出来才研究出来的一种新品种 还有个正在研究的品种 出来了已经研究出来两种 当然人家已经申请了专业了 申请专业了 对 当然那边的口感也没这边好啊 没这边好啊 那你说原因在哪里 这边土壤不一样 土壤不一样 然后气候 你看天气 还有个海拔啊 每年三百六十五天 基本上每天都是二十一二度 二十三四度 八度 让人拿近一点 拿近一点 咱现在米乐能有多少个品种 反正看来我这么爱吃福的 一百三十四个 现在现在就有一百三十四个 品种还有新品种啊 对 那品种咋回事 那个是人家科学家来发明的 在黄港中旭 有的是 已经上市了吗 买不到 我们有钱都买不到 现在是人家被人家订完了 五块钱一科的那个是 五块钱一科三百块钱 你去地里面人家地里面都是铺地毯的 哇哈哈 你给开个 那大哥等我呢 走吧大哥 就上你家地里了 大哥那我得坐哪 往前面走 好嘞 再把箱子摞一摞 我可真是第一回 我第一回做这种三轮 叫什么三轮蹦蹦 够了大哥 够了 慢点 慢点 好嘞 老爸拿着 走喽 走喽 哎哟 好嘞 大哥远不远呢 可能有五六公里吧 哦 五六公里 不进 坐得上就好了 坐得上 哇 哎哟哟 毕业毕业毕业 去看葡萄喽 哦耶 不是谁都能种的 我仨现在在三车车上呢 照着手 嗨 哈哈 从我爸的秀密劲儿 哎哟我的妈 哎到了 哎呀 放眼望去 全是葡萄价 这个 这个过去 就是 这个十多分钟 就是高 高速路 高 高铁 啊 这就是你家呗大哥 哎呦 好 我一吃 这咋都掉了 挂的 挂的 哦 他们要 这个在这 嘎直播你 来了 我累了吗 哎哟